青石几缕光阴 便是世间美味 我是啾啾 欢迎来到时光时味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烤马蜀球 咱们也叫它恐龙蛋 在锅中准备牛奶90克 植物油25克 白糖30克 用中火慢慢加热 直到牛奶冒起泡泡 接着关火 加入高筋面粉20克 搅拌均匀 木薯粉90克 鸡蛋一只 不停搅拌 直到最后是这样 可以在铲子上 形成一个倒三角 加入10克黑芝麻 搅拌均匀 在烤盘里铺上烘焙纸 将面糊 装入裱花袋 小心地在烤盘上挤出一个个面团 每个之间留出一些空间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担心它现在的样子 烤过之后都会变得圆圆的 最后我们用沾水的勺子 将尖尖的顶部压下 否则在烤制的时候 这个小尖顶非常容易烤糊 将处理好的面糊送入烤箱 华氏355度 摄氏温度180度 烤制25分钟 可好的马薯球 样子圆圆的很是好看 像这个在烤制之前 没有将尖顶压下去 顶部就会有一个深色的尖顶 其他的马薯球则不会这样 这款马薯球 外皮脆脆的 内部是空心的 又带着一点Q弹 做法简单不宜失败 动手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及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